Omicron的变种病毒传播力强 虽然症状轻微 但是很多康复者都发现 仍然出现不同的后遇状况 其中常见的就是谈多 以及喉咙感到不适 注册中医师盧光华就指出 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 一至两个星期 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 可以通过一些食疗来减轻症状 努医师解释 谈的形成就是因为肺脏通条水道的功能出了问题 本来水液要向下排出去 但是它不能好好处理的时候 停滞在里面就变成了谈 有些人会饮凉茶或者冰水 但是会导致更难康复 他建议如果咳嗽出现的时候 可以每日早上用盐水浪口 以及饮暖水 偏暖的水可以将黏膜的痰清洗走 如果用冻水的话就会凝固 就更加容易咳嗽 另外还可以通过食疗来减轻症状 例如饮用润肺化痰汤和螺汗果水 每个星期喝一至两次 鸭里具有新浸、润、清热、化痰的功效 但是就偏凉性 所以可以加鸡饼 鸡饼是偏温、有健脾和胃、化痰止咳 所以一热一凉加起来就比较平衡 有些人如果觉得痰是不易咳出来 就可以加杏仁 杏仁有润肺止咳、新进开胃的功效 可以稀释浓痰 比较容易咳出来 螺汗果的味道金粮 有清热润肺、止咳化痰、润肠的功效 而桂花就有益气养血、健脾暖胃、驱风散寒、活血化鱼的功效 加起来可以更有效地滋润喉咙 呃 下面绑向了 这支按照片